今天提議的案子叫做仲智誠誠 你問我不會想名字 那我的想法是有沒有辦法超越個別的議題 做出一個普世新的思辨平台 然後讓很多人讓可能不只幾十個幾百個 可能幾萬個一起上線討論 然後目的是要累積社會共同的理解還有共識 然後尋找可能講得很白目的就是台灣的核心價值 那我上禮拜在Costop有跟大家分享過 可是在R0很恐怖 所以今天感覺比較非正式 感覺可以比較講得比較容易 那我的想法就是Bullshit is everywhere 就是大家在網上看或者書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都是亂講的 那即便有很多講得很好的 可是你也很多時候沒有辦法很深入去看 或是他很多他就只是一個線性的敘述 所以我覺得說那我們有沒有辦法一起打一場有益的比戰 那其實距離畢做過許多類似的專案 我覺得就是其中兩個就是一個動民主 現在有一個B台灣 那還有很多其他神一世民主的東西 那其實都是針對政策制定的方向去做討論 那我在想是有沒有辦法找在政策制定的底下 往下找出更更遠的原則 意思就是在這些很多議題中間 下面是不是有一個共同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需要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之前讀過林敏聰老師的一篇文章 他就說就是在具體公共政策形成之前 大家必須要一起來選擇所謂的核心價值 那這基本的社會共識如果能夠累積的話 這樣大家才能夠一起什麼所有 也不能說快樂的共同生活在這邊土地上 應該就是這種感覺 那如果大家有去Costop還有聽我ETFlu分享的 他為什麼放棄開發網路審議民主平台的經驗分享 那可能我在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是我在想也許就是因為我們可能還沒有 就是大家沒有大家一起找到那個一起的核心價值 所以我想說那可不可以來做一個這個平台 那大家都很習慣在Facebook上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Facebook就是一個很糟糕的平台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用Facebook 應該特別去設計一個平台 那遇到的問題就像是空派的論述啊 過度的見證論述或是論述之間 論述之間沒有辦法連結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可以透過界面設計來解決 但是我現在想像的界面就是一個文章跟另外一個文章沒有連結 然後可能會有人的關係 可能會有時間低延的關係 然後他們參考資料可以透過視覺化方式來進度呈現 那會有一個網狀的論述的結構 那至於議題是什麼的話就交由大家來討論這樣子我覺得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我等一下會坐在這個自主生產的方便 對 孕婦旁邊 那大家可以找我 我叫柚子豪 然後YES 然後接下來我有另外一個專案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今年11月中的時候在台北 在松山煙場有一個第十屆的台北數位藝術節 那我自己是做藝術的 所以之前就是策展單位邀請了G-0V參加這次的數位藝術節 然後G-0V裡面的Kerby和L-Y他就找到我 就問我說想不想當主角 那我就說好 那所以呢 我現在想做的事情就是讓大家可以否決我 就是想要在大家五十屆的室內空間裡面呈現出協作的過程 用實體的物件 用實體的還有螢幕啊投影這些東西呈現協作的過程 那目前想要看想要整理的專案有三個 一個是動民主一個是V台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現在私心自己想要發起的這個專案 那當然還可以連結到其他就是不是G-0V 可是也是在同樣做用討論模式重新想像民主的這些網路專案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歡迎來參加 我覺得這個專案應該是現在最需要應該就是整理資料的人 就是把專案過去的寫作過程整理出來 然後看要怎麼在實體空間裡面呈現 那其實看這場地還蠻紅的 就是它是一個很長的長蠟 蠻大的 然後我們會跟G-0V會跟其他四個國際單位 一個叫Wiki House 一個叫做另外一個網際 Wiki House就是用Wiki蓋房子的 那講好奇怪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用3D1表機 用3D1表機做3D1表機的一個英國的一個社群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我忘記了 那我覺得只有我一個人的話實在是沒有辦法代表G-0V這麼大一個社群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參與多個意見 然後在-謝謝 然後在slack上面有一個art的頻道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加入來給一些意見 就是不然的話就我一個人在做其實蠻寂寞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那這邊這個海牌上面也有 這是蘇維學的 蘇維藝術姐他們所寫的論述 他們覺得蘇維藝術很無聊 就想說做藝術的都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想說找一些真的有在做事的人來參加展覽 那就是G-0V 好 大概就這樣了 謝謝大家 謝謝師傅 謝謝